自當全高遠 風雲高 在一個混亂和愚昧的世界 身為網絡的所謂意見領袖 一定要有 基本的道德體善和社會的責任 最近 香港就爆發了一宗金融平台 支付的醜物 這間JPEG涉嫌 使用了一連串的名人 跟他推銷 甚至有人參與 網上的虛擬幣買賣 首先要說 這群人士不是KOL KOL是指Key Opinion Leader 他要有opinion 而且要成為 一個 見人所不能見 以及有高瞻遠足性 的一個 哲學 或者是人性的看法的人 在大陸那些 開一個平台或網絡推銷某一些產品 叫你馬上買 因為他的樣子長得漂亮 或者他的出身是英美 名牌大學 那些是急攻近你一下子 的高瞻童也好 或者生物激素 對於西方名牌 崇拜之後來跟他買貨的那些叫做網紅 我一定要說清楚 因為KOL和網紅 是有分別的 當然我也不太喜歡KOL這個名稱 所謂Key Opinion Leader 或者英文叫Influencer 這些都不是那麼正路 但是 因為人類在 千多年來 尤其在歐洲 自從中世紀以來 有修道院裏面的教士 也有man of letters 也有professors 還有teachers 因為 人類的知識的傳播 在千多年以來 是繼楊皮子的書和印刷術之後 從來未試過有網絡 出現一些 說話和很多人追蹤的那種現象 所以這個KOL 這個名稱 注意不要被人抹黑 以及濫用 所以我們今天說 網紅和JPEG事件 我再補充一下 因為中國大陸 也很流行很多帶貨 以及直播 其實就算有部份不是賣東西 都在那些 平台上有些男的女的 用濾鏡 然後自己又說網紅 其實因為入門的門檻 是很低的 難聽說 是人也可以做網紅的 只要有濾鏡你就贏了 所以 網絡上既然是這樣 就良幼不齊了 各位聽風雲谷的人 不是貪我 或者是霸偉聰 說你一個人 一個人的樣子 這個叫姜濤 另一個像三十年代 沒有濾鏡的 我們沒有濾鏡的 我們不是靠銷的樣子 以及標榜的名校畢業 不是 是用一個 時間 以及我們所說的話 來慢慢累積 各位的信任 這個當然我們要表示感激 我一直都強調 風雲谷也好 其他頻道也好 我不代表真理 我是提供我的看法和意見 包括 推介各位去英國 樓學 又或者英國 置業等等 我一定要來到 看過樓盤 實不實現 還有建的地產商 中國人經常說日久見人心 我們數一數 我和你 從電台開始 現在也過了20年 大家收看了 收聽了那麼久 其實我們的立場 你不認同好 不認同好 我們從來沒有變 我們不會突然間 因為炒車 然後就改立場 你罵也好 你稱讚也好 我們的立場堅定 20年其實也沒有變 我講 香港某些工業 是虛貨 我不會這樣收回言論 OK 十幾二十年前 我講中國人這個民族性 有某種小農基因的合責 以及因為他的步伐 在這個世界上 他的消費行為 是囂張乖慮 一定會惹人反感 以及會產生一個排華 我十幾二十年前 在各種渠道 我白紙黑字 都說了 現在是時間去驗證 需時是十幾二十年 是我五六年前 在香港 我指出以美國為東岸為首 西方的文化裏面已經沾染了左膠的病毒 違反常識和人性 以及針對某些左膠的運動 我一個人 所以可以說 獨挑大梁 提出反對 這些在香港一直到三年前 都有很多人 不同意 不要緊 人身攻擊 還有2015年 歐洲爆發的難民潮 我曾經 這是真正一個文明和合理的做法 是把難民管理之後 送回到一個富裕 而能夠跟他們 文化同根的國家 讓他們安置 有些人說這些是人渣法西斯納粹 但是現在英國政府正在做 將一些由歐洲偷渡到中東的難民 或非洲的 將他們集中 在一些酒店那裏 是這麼閉嘅的 政府給錢 然後將他們分批 遷移到非洲較為富裕的國家 叫盧旺達 這些是不是人渣法西斯的國家 我不會 改變立場 這些就叫KOL 不是網紅 不是 是借這些我們叫你光顧一下 我們下面 賣這些商品 我就給九折 拿些牛肉出來 我不會做這些 所以今天這一集 一定要用一個開頭 要適宜 必也證明 這個孔子所說 KOL不是網紅 KOL你可以說是某一種網絡 或者叫學者 學者不是 經過國際權威去認證 但是 在中國人的社會裏面 很多人盲目崇拜 英美的大學 名牌大學 牛津 劍橋 哈佛 就以為他們回來 向你們銷售的東西 就一定是 所以今天解釋到 林作 為什麼他今天是翻船 和翻車 還有這個叫做 林作現象 這個案情我們就不詳細了 大家看新聞 我們不會浪費時間的 不會溝水 但是我想說一件事 這次涉嫌詐騙 這宗案 其實你回想一下 回帶 其實當初 林作 這網絡說 真的拿著一手好牌 什麼叫好牌呢 家裏有錢 媽媽大把 第二 名牌大學 學你說牛津畢業 香港有多少個可以讀牛津 然後港姐 麥明思是女朋友 當日還有陶生李家慈 說我不敢 你說他聰明 他看起我 在黃大仙 選區議會 那時候我一早已經遇見 香港這個社會有牌佬心態 是嗎 討厭老人家 廢佬 年輕人上位 這個也是我第一個動足先機 林作那時候是牛津回來英文流利 然後他的對手是一個 譚香文的中年婦女 我當然順應這個潮流 迎合香港年輕人那一隻 他叫亂青 青年的青 然後就是仇老的心態 這個年輕人也頗 有前途 說的英文很流利 通識相當的豐富 他入區議會 有什麼問題 當然後來他就 敗選了 這首好牌怎麼會輪落到今天呢 我這一集其實不用說那麼多虛擬貨幣 反而這些是重要的 人家說的是林作現象 沒錯 這是一個神秘的謎 我也不知道 因為後來我跟他的交往 很少 這個神秘的原因 一手好牌打爛 豈止是林作 中國習近平上位 中國那時候加入了世貿 經過江澤民 胡錦濤兩代 加入世貿 經過鄧小平 江澤民兩代 然後以中國平價的Make in China 取奪取大量的外幣 而且中國的總理 可以在瑞士的Darvos 這些一級的世界經濟精英的論壇 發表這個 維論 然後中國大力 維護全球法 然後就說沒有了中國這個世界工廠 以及這個世界經濟引擎 歐洲和美國 不能生存 果然也是 中國的廉價貨品 會使得美國 長期享受一個低通脹 然後全世界就看著 這個叫做中國 經濟改革 擴大了市場化之後 下一步是什麼呢 根據人類社會發展的經驗 必定是要 政治體制改革 以及容許社會言論的自由 他一手好牌 一直到溫家寶 溫家寶最後退休的時候說什麼 他說沒有政治體制的改革 經濟改革的利益也將失去 溫家寶在2012年3月那場林別秋幫演講 就是告訴你 現在我下台 中國本來有一手好牌 但是有人將這一手好牌即將打成爛牌 他罵那個就是江澤民和胡錦濤 因為我身為總理 我做的已經做完了 但是你身為總書記 你沒有配合我 因為 政治是經濟的上層建築 這是馬克思理論的其中一條 我經濟那裏 我開放民間企業 我給地攤經濟人家煙火 我是開放 這個WTO 我說到牙血都乾 走去跟美國說 我們中國一定會遵守WTO的條款 然後相應開放市場 結果你那裏 在政治那裏是踩壁滴 甚麼都沒有 結果就是打成一手爛牌 這些是中國這個國家 或者這個民族 可能出現一些很高學歷 中間已經講英文很厲害的人 但是這個制度 莫名其滅 加上這個基因 就會阻止民族真正進入現代化的行列 林作現象跟大陸的一手好牌打爛 有甚麼分別呢 所以這集不是說監管 得不不力 或者是虛擬貨幣是否值得投資 其實是在林作的現象去觀察 我們整個香港和中國的這些人 究竟是為甚麼可以上位 其實香港和中國人 其實是很亂冒這些名牌 這些名牌的大學 出身 其實他已經有光環 已經著數了一半 所以其實當初他走出來的時候 是令到人覺得 有一個值得信任 或者是 他有創新魄力的能力 這件事其實令到人 產生了一個迷思 對名牌大學是有過度的戀無 以及對名人 現在講到香港的夜市 曾經講到殖民地時代 香港夜市在鬧事業的 魏雄光館 是燈紅走路 非常之摧殘 今天要把香港對這個名人 的市場盲目崇拜 跟香港的夜市一起結合 我自己覺得 在80年代美 90年代初我還在英國工作的時候 我有時回來香港 我走到油麻地 和尖沙咀行夜市 我就看魏雄光館 魏雄光館有一個變化 在60年代 五十年代 香港的魏雄光館有很多是美國煙 張軍香煙 紅人香煙 以及九龍彌敦道 禽華酒樓 還有香港灣仔的英京酒樓 這些是那時候 香港五六十年代 當地的 民間的企業 或是造大了 以及外國資本名牌 入侵之後 海岸線 德奇利士標 梅花麥標 瑞士標 以及美國 香煙 再加上香港一些本地的工業 構成了香港 夜市 夜晚黑的魏雄燈的版圖 我記得你住在銅鑼灣灣仔 我也是 梅花麥標的魏雄燈是一朵梅花來的 德奇利士 四個字是書法的 為什麼 因為坐船 從左敦那裏回來灣仔 我看海水影照 那陣子的唐樓 那個頂樓的魏雄燈 一片紅紅綠綠 我對美術很有興趣 對色彩來說 視覺上留下了一個 很深的印象 這是60年代的事 到了80年代和90年代尾 我在英國工作的時候回來 看到魏雄燈照樣很光彈 但是招牌都換了 換了什麼呢 換了一些人名 例如我走過尼敦道 左敦道 我發現有一間劉家傑英語學校 不是逆通英專 劉家傑英語學校取代逆通英專 因為劉家傑在香港的TVB是金牌私儀 而且在眾多娛樂界和藝人裏面的學歷最高 相傳是香港大學英文系的事業 而且 他當時 講英語 講座以 字正康園為香港 的草根百姓所聞名 而且他拍了 黃瞻 一個是英文系 一個是中文系 兩個都是香港大學 所以他脫離了 娛樂圈之後 他就開了這間劉家傑英語學校 那時候我記得 周圍的方仲 師奶覺得劉家傑是一個 知識分子 投身於 民間的娛樂界 語民 是 交流知識的人才 是不是 後來因為發生了一些事件 例如毛澤東死亡1976年的時候 他主持一個毛澤東的特輯 說全港400萬人一起流淚 然後引致香港 真正對中華民國 忠貞愛國的人士的不滿 走到無線電視台那裏 抗議 導致 劉家傑 跟香港TVB的合約結束 在此之前也罵出一場情史 就是跟 香港的性感女神第一代的迪娜 搞出一場 婚外的非常之 浪漫甲鄉嫌 這些 就是 香港大學這個名牌 當時有一個知識分子的形象 為甚麼會做出這兩件事 因為 方仲崇拜名牌 然後 就是一間叫黃庭之小館 你記不記得 又是說紫微斗數 說得非常之微飛色舞 然後炒金 然後就贏了一筆錢 到最後他進攻飲食市場 那個字還是自己的題字 另外還有一間叫黃雲來掌相 你記不記得 這個很記得 這個面容很飽滿 我說招牌 用人名 我記得這個招牌 你記不記得 現在這支人名招牌都沒有了 海見在香港 半世紀裏面 你由魏雄登 那個變化你已經知道 這個社會的結構是什麼 印絲浮沉 這個 人海的泡沫有些出現 有些是降低了 其中 為何八九十年代有一堆名人的招牌 加入魏雄登的行列 到了今天 我說林作現象 林作先生 他在娛樂行製作一間 林作炒幣 林作炒幣 也是用林作的名字 跟當年劉家傑英語學校黃庭之小館 娛出一次 今天香港很多BNO的朋友 移民到倫敦或者溫哥華 你有沒有看到西方文明社會 湯告老師 又或者Mr.Bean Rowan Atkinson 在這個娛樂圈紅了之後 然後湯告老師 推介你們去買比特幣 會不會聽到Rowan Atkinson 昂斗先生 去推介你買某一隻 上市的股票 然後做了代言人 沒有 所以 這些是中國 小龍社會 的一種幾百年 崇尚科舉名牌 讀書成功的人 一種盲目的情意結 所以今天導致 巧吾怕壽 這個JPEG 問題再次爆補 然後我們繼續研究JPEG為甚麼到現在有人相信 20123年 這個是比起1973年 炒股的狂潮 香港天線牛奶次地 一樣的都是 為甚麼 因為今天 我們看到 投資的工具 和商品已經越來越少 因為現在整個大陸的經濟這麼萎縮 而美國銀行加息 人人都說拿著Cash 然後股票那裏的股市正英英 拿著錢買在哪裏 左望右望 然後都是以前那種 一直以來那些私人方中拿著錢 很希望 是快一點 是可以不勞而獲走一個捷徑 是保障一個 很強的利潤增長 這些BNO的人士住在香港 英國的社區周圍的鄉下 你看看周圍的隔壁 是沒有人 去買這些東西的 所以我覺得有一件事很奇怪 警方呼籲 撫主去報案 什麼叫撫主 有多苦 有幾千萬 幾百萬投資的 你告訴我 這班人是撫主 第二 這班人 既然有這樣的 錢 以及你剛才說2023年 他知不知道 究竟一年回報20%的投資 這個世界上有沒有那麼大隻格拉徐家翔 2023年 學老夫子漫畫對這個大番鼠說 現在已是太空時代 不過你還有信有借私還雲 你擁有上幾百萬 幾千萬身家的人 而希望可以取得20%投資 這班人不是撫主 這班人是貪主 我大聲一點說 因為他們貪這個回報 以及希望 可以找到這個快錢 背後還有什麼水狠心的 我不說了 但是 絕對這班不是撫主 所以警察叫他們報警 是對的 但是請你小心點 不需要將這些 那些執法部門吹到 是上天 對不對 世宴有雲 雪崩的時候 沒有一片雪花是 蘑菇的 這句話真是深有哲理 即是告訴你 這個世界是苦什麼 好多的災難 不是說一個有 victim 和加害者的關係 還有 我看到一篇報導 我覺得 值得去討論一下 原來這些投資 不只是香港 日本那些我不說 台灣那些 原來有中國大陸的深圳人士 投資 這樣的 比特幣 或者是這類的 JPEG的交易平台的虛擬貨幣 他發現有問題 拿不到錢之後 他來到香港 竟然他說有黑衣人 襲擊他 我聽完整件事 覺得很詭異 這個 就是今天我們要 從另類的角度 深入研討 JPEG的原因 首先 在這一群代言人 或者疑似的合夥人裏面 其中有一兩位 在中環 以及一些非常貴租的中心地段 租寫字樓 譬如說林作那個寫字樓在月落行 這個月租是26萬 一簽一年 一簽一年是死藥 一年是生藥 這個成本是不得了的 我們現在看看香港一般的普羅大眾 還有多少錢會去買 這個叫JPEG 這些一萬多千 去光顧他本人抽涌 是圍不到那麼多錢的 就算圍到 寫字樓也不會 建立在這個娛樂行 是不是 這件事 看看他背後的 怎麼計算 奇怪的是 連JPEG也沒有實質的寫字樓 可能是work from home的 為什麼林作可以開一間 現在是work from home的 這樣的寫字樓在娛樂行 去做這盤生意 全球的大城市 商業樓宇 現在是在叫苦連天的 然後有一位這樣的網紅 是牛津大學高材生 在香港的中心地段 26萬 是租過死字樓 在地鋪 如果我是要光顧JPEG的 Potential的一個人 我才要問這些基本問題 是不是 你讀過書的 為什麼會反其道而行呢 所以 數字要怎麼計算呢 一定 市場的目標 不會只是香港 我可以說 香港人 只不過 是一些著名的網紅 推銷JPEG 一個很低比例的潛在 戶下目標 你說 在哪裡 在哪裡 深召 馬會撥50億出來 我們說過 是研究成立 慈善基金 為什麼有人提出這個要將香港打造為 國際慈善中心 而所謂的國際 竟然是面向大灣區 為什麼你叫人頭蘿蔔湯 這一宗 忘記了 裏面這個所謂的虎主 蔡天鳳 28歲 都一身名牌 以及名下 都有一個慈善基金 可以在這些電影手影禮裏 跟香港的高官 一起同台同框 28歲 然後一個這樣的善長人翁 一個青年才俊 竟然的下場那麼淒慘 這些就是中港20年來 那個泡沫經濟 蒸發之後到水退之後 看到那麼多人是沒有穿泳褲 的一個赤裸裸的真實景象 現在把所有的故事 合在一起 你們自己想像一下 譬如說多個月之前 蔡天鳳的名案 牽涉一個名下的慈善基金 那麼年輕 擁有那麼大筆錢 結果 要這樣喪名 然後 馬會 將會成立一個50億的基金 去研究如何進行慈善 面向大灣區 那一集我已經講過了 目標是希望將中國大陸富豪的錢 變成家族基金 再在香港 用Section 88 來進行慈善活動 目的是走錢 再加上現在 臨作這件事的爆煲 裡面牽涉的 在JPEG的虛擬貨幣 裡面的交易是一個 很神秘 以及不能夠追溯的 很多部分 裡面所有東西 其實在一起 就是 中港之間 有一條水 有一條渠道 作為資金的流向 這條渠道即使在習近平 在很多年前 專案小組 將一個叫趙建華的 大陸的青年財進 在四季酒店 用特殊的方式邀請回大陸 然後判了13年之後 這條水渠 這條暗渠 仍然是波濤洶湧 是不是 所以這些東西不是獨立的事件 尤其是比特幣 虛擬貨幣不是今天有的 最高潮的時候是2017和2018 到今天在美國 就已經是水尾了 比如說在美國 最近美國政府 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 簡稱SEC 已經掃了 超過100種的虛擬貨幣 就是要他們落架 最新的Binance 這個叫幣安 是給美國 這個證監會的證券交易 這個委員會起訴 在9月份 我們講一天 9月9日 美國的虛擬貨幣的交易 全日只有297萬 比起2022年9月17日 一日是2億3千萬美金 一年之間同期 跌了99% 在美國的熱潮 正在衰退 為什麼現在香港 在美國水尾的時候 在舔下游 彈了幾聲水泡 現在有那麼多人 跳下去做龍潮儀呢 即使Binance 最近在美國 起訴的幣安 他在美國上來 蓋水的時候 也要遵守美國的規矩 第一 他要提供儲備的證明 這個儲備證明 就一定要 約乾的透明度 包括 這個是你有足夠的儲備資產 可供用戶提領 簡稱叫做POR 然後 就要向美國方面 出示 資產安全基金 這個簡稱叫做 SAFU 然後操作方面 亦都要交代 一系列的 操作的安全的 mechanism 包括電郵通知 那個用戶 你那個幣值的 升降的變化 還有 有一個賬戶的管理 但是 這些即使是虛擬貨幣 Binance 是能夠提供的 這些這樣的步驟 都失敗了 都比美國 方面起訴 何況 你現在看我這個叫JPEG 剛才我所說的這些 這些程序和步驟 有哪一行 他是一個虛擬世界裏面 的一種 虛中的太虛的一種 交易 但是竟然是用實體 來監視你們 案情的透露 證監說 JPEG從來沒有申請過 亦都沒有別的申請條 所以這個是一個 騙局很明顯 但是騎尼的在哪裏呢 其實剛才提及的一些 我們叫傳統的虛擬貨幣 比特 以太或者 穩定幣 都可以在國際其他平台 交易 但是現在JPEG裏面 他自己發行的 他的虛擬貨幣 只能夠在JPEG的平台裏面 自己玩 只是說 他並無流通性 以及能夠被操控 現在 那些人 不可以提起他自己的虛擬貨幣 吐煙 現在這個就證明了是一個 很大的詐騙 雖然他有 容許你提1000美元 但是手續費是999 即是不讓你提 有什麼理由可以提供到 百分之二十多的回報 1973年這個叫大股災 香港人上一代都比 我王爺 這個 廣東話說 哪有這麼大的甲蠟除街條 廣東名叫雞棚 就算美國這些虛擬貨幣的市場 好像ETH 以太幣 USDC 也有一個整個太平洋 全球的交易 你這隻叫JPEG 是在自己 糖水滾糖丸 慢慢用口水來拌 連大灣區也不如 所以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人光顧呢 名人 剛才你說的名人效應是真的會發生的 這次有8000人投訴 8000人投訴 涉款是1億 以這麼多名人 以及其中有這麼多位 是租這麼貴的商場 你將它1億 掃化 有可能涉及10億 到底 那個 漲底是有多少呢 以及有很多 鄰近地區的人 借這條暗渠出貨的時候 他夠不夠膽 透過證監會向警方報案 警方後面會不會接通 大陸的中紀委 這些人會害怕 所以 這件事 不是說 門面是有 六七個這些所謂的網紅 是這麼簡單 我們看看這個結構 美國發明這個虛擬貨幣是虛的 說到虛擬貨幣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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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虛擬貨幣的 寫詞 叫你幫陳宜告訴你 有20%的風險 我不敢說 NT$%%的風險 因為這個案件會進入司法程序 但是 雙序科是抓人 我們看這個帳面 這一條龍一間屑 你有沒有覺得這是正常呢 我們常常說要強調常識 屠先生 其實這條條法很舊的 虛擬貨幣是個人最新的產品 也沒有新的 但最後都是利用高回報、高適口 作為吸引,然後叫人上課 然後吹背後的高科技東西,其實沒人明白 但肥媽叫人去報讀 張智霖出來聲稱取得牌照後才可以做代言人 但這個JPAS已經拿了他一年 他的經理人或他本人又不介意 又不出聲音,又不出聲明 直至出事,現在才會出聲明 所以大家都心知肚明 其實是有一個大雞排 裏面等音樂已停止之前,大家領最多的錢 所以背後是一個貪字 這個貪就是有遠東這些社會的特色 這個虛擬貨幣的市場到現在 如何和中國大陸這個畸形的泡沫 熱錢的制度 這個叫喬婆與雀之粉下,一拍即合 香港近兩天爆發 這個叫做JPAS 這個疑似虛擬貨幣的無牌交付平台 可以說是近二十年來 是一個非常之控動的涉嫌,相聚的事件 這次被拘捕了很多人 包括這次不同的就是 有些名人,網紅 他去加持和推銷這些商品 你知道在香港幾十年 有一個循環 因為他是一個泡沫的經濟國際城市 當他的國際性消退之後 然後近二十年中國大陸大量的 由於他的社會制度 和地下的熱錢 貪污腐化 民企的錢 要逃離制度的不安全 然後 在這個瓶頸上 香港向下是一個排紅的突破位 但是現在 中國大陸就知道 深圳那裏就排紅 真正的熱錢就落閘 於是相對 形成了一隻叫做中國熱錢 近這三年叫做小腸氣的現象 你知道什麼叫小腸氣嗎 男人之虎 人體裏面是應大不大 應細則細 男人到了某種年紀的墜機 小腸氣就某度是膨脹 但是 這個叫做前列腺肥大 那個小便那條水柱就不斷收縮 現在香港 那個經濟結構 和那個市場的面貌 在經歷著一個男人 由中年步入老年 他的上線就是小腸氣 緊接著就叫做前列腺肥大 那些水是流得很窄很窄 點點滴滴 但是明明膀胱是漲爆的 那怎麼辦呢 是要排紅的 於是就爆發這個叫做JPEG風波 表面上就是一些虛擬交易平台的詐騙 我們上一集都深層研究過 其實這個和中國和香港之間的熱錢流向 和白手套很有關係 因為現在是一個完美風暴 這個完美風暴 這個完美風暴 源自中國現在的經濟下行 和接近一個乾堂的地步 以往 中國大陸的熱錢 都還可以投向房地產 或者是股票 但是現在你都看到 一池死水 那些錢去不到那裏 跟著 有部分的錢 其實以往是會經過香港 作為一個 流出去 或者是把那些錢來香港投資 搬磚頭 但是現在連香港的樓市 都不敢 所以針對現在中港這個 畸形的經濟關係 就是膀胱注滿 前列腺肥帶 尿道收窄 本來不是 在過去20年 在江澤民悶聲發大財的時代 香港是處於 這個叫泡沫熱淺 中港通的時候 你的膀胱 前列腺 和尿道 這個一線的關係 是維持青年和健康正常 所以那些水 噓噓噓噓 我聽過一個 以前 懂得玩車的人 的前輩告訴我 這人經常說 改了這輛車 改了引擎多厲害 或者駕駛多厲害 或者四輪 這條輪胎怎樣大 但是千萬不要忽略了死氣喉 因為死氣喉 就是燃燒完引擎之後 你要排出去 廢氣 和你多餘了的 particles 所以 其實 死氣喉 才是令到 整輛車 可以提升動力 的 作為器材 這個例子 可以引證 現在香港和中國的情況 以往 香港 作為錢的走向 地方 你可以在這裏 再去其他國家 這些國家的錢 出去了 不是說 未必說 不回來 因為當中國的房地產 很蓬勃的時候 勾地 投地 或者再和一些外資 合資 再投資 其實這些錢 繞個圈 是會回去的 俗稱貨如輪轉 錢最主要是流動 這個簡單的經濟學 如果陶先生和我 每人有一筆舊水 我們按著河包 不用 這個經濟就沒有活動 但如果陶先生出去 拿一百元來買一杯咖啡 然後我拿去看一場戲 這些錢就開始流動 其實這就是經濟 這兩個字其實不用複雜的 就是這樣去轉 就是可以達至那個經濟效益 但是現在 中國和香港這條水 或者這個經濟活動 是接近停止的 所以這個就是最近這幾天爆發 這個叫JPEG 和前店 那個叫林作陳怡 這個叫做網紅現象 後面的大背景 你只是說他這個叫 怎樣操作 裡面沒有拿牌 這個有涉嫌 這個叫欺騙成份 這些媽媽是女人 我想每個人都說到 但是你要把它放在這個大圖片裡面 是溫家寶說 這個叫做香港經濟的深層結構問題 這樣就會看得很遠 但是這些時候 中國的熱錢 是由於面一套底一套 是按住出不到 普通平民 據說遲一陣子 你走去拿五萬元美金 現在大陸也是 在這個提款那裡 你多拿兩次一次 一兩萬元的經理都走出來 跟你講話 就有一種阻嚇性 但是地下熱錢其實都還是很多 因為十三億人口這個龐大的基數 那麼多年收收到 那麼多 而聽說大陸又要加速電子貨幣化 可以是激進到 據說一夜之間 將全國的紙幣廢除 那麼你那些貪官 那些民企 或者土豪 平時都藏在牆 對面和地板底的帽 軍票化 今天不知道明天是事 你怎麼知道現在這個最高人物 要重新為全人類 全世界指名方向 下一招有些什麼怪物 怪招出來 所以這個叫做 阿滿的膀胱 和這個叫做膨脹的前列線 和收窄的尿道 就開始出現 毛澤東所說的 這個叫做辯證法裏面的 社會和經濟的不可調和 不過我就說白一點 其實問問題而已 為什麼這個JPEG 可以在這幾年之間突然冒起 以及這麼多人 明知他有問題 沒有牌的 告太高的回報 和他無實質的公司 都依然投入玩這個遊戲 因為他適合中國人玩 說完了 美國佬在上游 做出天方夜譚的泡沫故事 當然美國其他的 亦都產生了這個 叫做虛爾幣比特幣 亦都有現在的 歷史時勢 那個 因由 因為這個是 比特幣出來了 其實 雖然不是說 為中國人 量身訂造 就是在全球化 他走到一個 叫做泡沫堵塞的末路之下 亦都是必然產生的結果 但是因為美國始終是最發達的 資本主義市場社會 所以他有一個 比較為合理的規管 亦都是會有言論的自由 說了給你聽 經濟學家 說這個裏面 會有什麼 雞棚和有什麼 陷阱 這個就是拉斯維加斯 打開門做生意 賭錢不要緊 規矩清楚 你贏了錢 不會出去找人 打你或者夾你的 開張美金支票給你 你可以兌現 你下次再來玩過 遊戲規則清楚 但是 現在中國大陸依然 虛爾貨幣交易是非法的 為什麼呢 不是因為規管不了 是因為他知道 可以很多貪官污吏 民企 土豪老闆 通過這個虛爾貨幣交易 將錢移走 而是無跡可尋 虛爾貨幣其中一個最重要 就是他的隱密性 這個技術上 很多專家我不解釋 但是現在大家想一想 其實為什麼 JPAS得到林作的青來 開過林作炒幣 做陳儀 其實你上訴 林作上一次做得很好 發職的是什麼行業呢 是保險 而大家都知道 近十年 十幾二十年來 很多可能有保險的業界人士 比我更加清楚 來中國大陸來香港簽單的客人 其實他的目的是什麼 他只是買個保障嗎 還有近年 根本就不只是買醫療的保障 是買儲蓄投資的單 這些儲蓄的投資單 是數以百萬計的 下來簽 其實以美元結帳 最後 為什麼要美元 因為可靠 因為不會突然間 變成數字貨幣 當然 通過這個過程 其實這十幾二十年來 保險業賺到盆滿撥滿 為什麼 因為 大陸人要走錢 所以香港有些很幼稚的 某種顏色 親中外國 每天都在吹奏 人民幣交易 香港改用人民幣 都傻 你看看真正兩面的中國人 聰明的 你看看 香港現在 美國英國的保險生意 是多蓬勃 你就知道 中國人把口說一套 心裏面臨一套 什麼人民幣結算 香港改用人民幣 廢貨 廢港幣 這些是在發夢 所以這個叫做JPEG JPEG 這個問題 就是直指中國人 在面對這三十年那種 經濟和熱錢極度膨脹之下的心理失衡 裡面那種畸形的兩面性 中共在2021年 發表中國國務院文件 9月 說明他有防範處置 這個叫做虛耳幣的交易 防止炒作 因為他裡面有賭博性 以及你只會助長中國的非法集資 詐騙 以及存銷 以及洗錢 已經說了出來 很清楚 對嗎 因為他知道這個叫做民族DNA 一同美國佬發明這個新遊戲 孝婆遇著知粉客 西門慶遇著 這個叫做潘金蓮 體育交流 大戰是一百回合 不得了天昏地暗 對嗎 所以他已經是懂得禁 但是如果現在 還是江澤民 胡錦濤 時代 那些錢還在流行 現在還是曾蔭權做特首 許氏仁做政務司司長 任志剛 可能會有另一種玩法 但是現在兩樣東西不適合 知道嗎 明明是美國佬 就發明了這個東西 聖比利 說明了 為什麼會有虛擬貨幣呢 因為現在那些貨幣 這個叫做貶值 利息很高 搞到股票 債券 地產 每樣投資商品都靠得住 是不是 所以這個虛擬幣出來 出來就是虛擬的 說明了 它有膨脹的風險 而且後面一定有人為之手操作 你不知道在哪裏 可以在沙地亞 阿拉伯有資 東南亞 印尼 菲律賓也有資 可以有一種特色 叫做Pump and Dump 後面這隻 魔術手 在那裹高價格 然後大起大落 叫做空台股價 那樣 那個交易量是可以很大 所以是一種很激進 那個投資 好像是2017年末 這個叫比特幣 那個幣值 是由1萬元 是漲到1萬9千 會令到市場上 左講右講 在網絡上 群組裡 你買了Bitcoin沒有 哎呀我沒有 那個某某個同學 現在發達 你沒有上車 1萬美金 漲到1萬9千 但你估不到 到了2019年兩年之後 跌到3千 那你說 這些這麼大的上落 如果你的心臟特別脆弱 你也走下去玩 還有有多少錢 要下去玩 這個巨型的賭場 拉斯維加斯 你也見到籌碼 見到哪個可觀 見到輪盤 這個你完全見不到 但是很適合大陸 香港的夜繽紛 為什麼當年可以夜繽紛 是這班人來香港 他指定要住半島酒店 是的 五千元一晚 面不改用 然後再下去高級餐廳吃飯 這個蘭桂坊玩 再去購物 這些就是夜繽紛 其實現在因為 中國大陸控制這些外匯 以及不讓你走錢 用保險的方法來香港 所以其實那些水 好像你所說 是出不來 被迫住 所以為什麼虛爾貨幣 這些JPAS的平台 成時興起 也都 林作可能因為他 保險那邊都知道 其實已經水源乾絡 接著 就去到虛爾幣 虛爾幣是作為 另類的這些給中國大陸的土耗 官員 拿來投資下去 將錢移出來香港 這個是我的推想 也是以往 這些 香港 我經常說白手套的作用 為什麼這麼多人落搭 他們不知道這個是雞鵬嗎 但是這個是很好用的工具 對於他們來說 而原來的保險的工具 作為這個移錢走的方法 已經不成功了 在香港 香港有一種說法 當你少年的時候 走去跟人拍車 一旦加入黑社會 你永世都是黑社會 香港也是 自從二十年前 你一旦成為白手套 你永世都是白手套 你永世都是白手套 因為有什麼可以容易 和快得過白手套 香港現在舉目 有多少人 他的品格 和他的知識程度 和他的人生的收養 值得有幾十億身家 有多少個 但是 香港是一個金融服務行業 包括印 半島和文化 在內 第一樓的 意大利名廚的 米芝蓮一星餐廳 就是要為這群人服務 這是全球化之下的結果 所以你搞什麼夜市 搞什麼煙化 沒有用的 那些根本就不是 以往香港夜奔分 香港夜市旺的原因 旺的原因是因為中國大陸的錢 通過香港流出去 或者把它從黑洗白 這個才是香港 經濟動力的來源 你不能夠否認 你不要以為 香港什麼叫做 旅遊之都 什麼服務業 那個服務業 就是服務中國大陸的 貪官污吏和土豪 例如 如果大陸這些錢 湧進來買JPEG 還有這麼多黑錢 五萬個這些 大陸的什麼投資 投資移民 精英移民 還有水 在找渠道 是啄闊 尿道 是噴下來的 你要面對現實 不要裝傻了 是不是 是不是 那你以前 四十年前 香港有大富豪 中國城 現在 大陸北京 在十幾年前 被胡錦濤 蓋了一間叫天上人間 是大江南北最正的佳麗 在大武池那裡 每個長髮披肩 幾乎勝雪 在那裡找老闆 OK 你就應該在香港 在這個叫大嶼山 整一間 或者叫西九 這個問一下堂堂 這個明日大嶼師說 在西九不是做地產 是搬一間超級的天上人間 然後吸引大陸 大江南北 青島 成都 這個叫做 這個 這個 哈爾濱 最漂亮最正的 學歷最高的 走下來 然後服侍大陸客 這個就叫做香港夜市 老老實實 你不要以為現在大陸乾堂 以及以為窮 當然應該是一面來說 但是大陸現在有兩張王牌出口 比亞迪汽車 否則現在歐盟 要不需要調查 他的國家補貼 以及這個 不公平的市場行為 第二就是太陽能板 拜登在美國鼓吹 綠色能源 莊太陽能板 你做吧 你找美國人做吧 又是靠大陸 他這兩隻出口 是一枝獨秀 其他的死的 所以現在歐盟準備 對比亞迪加 入口關稅 是學了Donald Trump那招 正當 歐盟 美國加上印度 G20在圍堵的時候 大陸那些京工資料的錢 是積積埋 更加要找出路 那你現在很壞 不壞 香港整個港版國安法 變成鄉中國普通城市 那些出路 是沒辦法浮面 於是出現這些 網絡紅人 掛招牌 來吸引投資 然後就是玩美國人的遊戲 於是 於是 其實這些 你買比特幣 這些虛擬貨幣 其實美國都有指定的渠道 一定要去認可 譬如銀行 這些是他們合法 以及公開 以及公平交易的方式 在不同的平台都可以交易 這些是沒問題 但是現在是因為這個虛擬貨幣 的隱密性 以及他們的投機性 於是就很多公司 自己出他們自己的虛擬貨幣 所以有這個叫做虛擬貨幣 竟然是有一個交易平台 是不是 這些是貨幣 一些剛剛新入市場 以及四圍盲中中 什麼都不懂 真是高手 你自然有這個渠道去光顧 以及前幾年 趁低入貨 現在盆滿撥滿 是走了 我也認識一兩個 這些香港隱性埋名的成功人士 現在等到你去光顧 這群網紅 搭那些雞棚死人 什麼叫做虛擬貨幣交易平台 其實香港是耳熟能牆 70年代 馬會有合法投注站 有外圍 外圍 你是不是就是用八五折 九折 來吸引那些 基層人士 菇喱 賣菜大嬸 入到那些 窄行裏面 兩盞火水燈 有把菜刀插著薑 裏面 裏面 整個布簾 然後用柏子寶 和你落攬 川雲戰 四川十一 這些 收你八五折 賠就賠足 但是會被蓋盪走路 阿哥 怎樣吸引你 就是那裡快 和那裡有折頭 鬼跳特區政府 現在心急 因為他看到新加坡 在虛擬貨幣交易平台的發展 很蓬勃 人家幾年前已經舉辦了幾次的論壇 和博覽會 被不同的虛擬貨幣公司展銷 雖然裏面都有一些投機的成份 但是新加坡政府 因為他的經驗豐富 和他的法規完整 限制住 也都好像我經常說 拉斯維加斯賭場 大家跟規矩做事 因為他跟貼美國 他的這樣的防範 這些規則 新加坡是掌握美國 但香港現在就東私下貧 他有金融 香港上一任那個叫林鄭 好打得什麼都不懂 現在這個叫警察特首 你會不會玩這些操作 現在就想追新加坡 虛中有實 正中有邪 黑白之間灰色的 這種虛擬貨幣市場 你會不會玩呢 其實美國也打了一隻好牌給你的 你大陸有這麼多市場 這麼多熱資 香港自稱的國際金融貿易中心 你會不會在中間槓桿操作呢 會不會在這裡做白手套呢 不懂 所以美國精英對你大失所望 你不會走開一點 不要阿智阿蘇 我跟新加坡玩 你也去跟他玩吧 大陸的資金 很現實的 這個世界 講什麼阿智阿蘇 愛國 所以很簡單 打一個譬喻 新加坡就是拉斯維加斯 人家大場打開大門 大家一起玩 現在香港就想辦 結果就開了一個大檔 像你所說的以前我們住在銅萊灣 你記得的 在鎖飛道 崑山麵包 旁邊有一條小巷 我自己也幫我買過大檔 那些拍子寶的票 難怪你這麼瞭解人間疾 我那時候 在那個地方 你說的大檔 我去過 就是這樣 用拍子寶寫 寫藍的 北角大把 香港現在就是這樣 驚迎大檔 一個是林作 一個是陳怡 還有電影明星 現在最面子那一層 當然是 可以罵爆他 不務政業 帶人家牛津畢業 英文流利 他只能夠為自己生不奉神 是不是 如果四十年前 這些這樣的背景 當然大陸如果出生就差一點 入了行政局 三十年前 這些這樣的背景 是做了這個叫做 江山如恥多芬的主持人 或者做了星神校祭杯 這個叫做香港Band One學校 這個叫做會口狀元的問答比賽遊戲 是不是 二十三十年前 如果他早出生 如果他早出生 都可以 在這個叫做今夜不設房 藝康 黃瞻 和蔡蘭 加把椅子 加把椅子 等這些 不正不經的名嘴 在這裏表演 他的那個英式幽默和口才 誰叫他生不崇神 現在出生 拿著牛津畢業 這些名牌 接受的中國這些 鄉加香港的小農人口 這個叫做名牌 就是狂熱崇拜 他也是被這個市場潮流湧到這裏 我這樣說 陶先生 你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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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洋人 知不知你的基因就是這樣 陶先生 如果林作當日讀完書沒有回來 沒有舔香港或者中國大陸這條水 沒有做保險 沒有做這些JPEG 那他一定會回來 他就不會這樣 他可以在牛津在英國發展 那麼聰明 他可以在英國發展 然後去做研究 沒有錢賺 沒有錢賺 英國 美國 在學術界 教很多哲學 文學 這些 數學 那全英國的教授 教授 那豈不是窮死餓死嗎 不會餓死 人家這個制度 有人權 有基本社會福利 你在牛津 當過大學教授 今年四十幾五十 我估計是五六萬磅一年 你說 夠不夠香港那麼多 當然你夾著牛津 或者西方 這個叫做MIT 或阿佛的大陸 那大把錢 趕快去做兩碟 加上老爸老母 認識這個 三幾年 你不就做了蔡天鳳 那又怎會有個蔡天鳳 是不是 這些是一種 普網紅 也是一種 普門 即是蔡天鳳 我不知道他年輕 當然有個慈善基金 好不好笑 為什麼有個 傅曉田 有那麼多錢 一巴掌 為什麼他的老爺 和他的老爺 可以在中國大陸 會成立一些這樣的公司 和他有千絲萬樓的金錢關係 如果不是 他就不用死了 這些全部就是這二十年來 大陸那些小粉紅民族分子 香港親中愛國 或者中國人民的自豪感 這些是折舍 走出去很有面子 因為你很有錢 英國的通街乞丐 露宿 窮到窮 現在這些就是你要付出 同時的collateral damage 負帶傷害 你要民族虛榮 你要民族虛榮 你要布鴉片戰爭 那隻手 日日血絲抵你 自卑感 於是 你這個社會 是要在適當時候 付出這些代價 深水清的 我和你一定不會落答 你會不會 我真人真事 又要講很多 有五位人 那你是不是中國人 不是 多年前真的有人 和我提及成立一個 新的虛擬貨幣平台 我一聽 我一聽就知道 聞到浸脆 然後還告訴我 背後是一個 諾貝爾的得獎人 一定用這些 諾貝爾的得獎人 然後什麼博士 就加持或者他發明 然後來香港 就開一個 發佈會 和成立一間公司 叫我幫忙 我聽見 立刻 裝不懂 跟著雞飛狗走 一看之下 這些雞棚 背後是大陸資金 真人真事 大陸資金 這個虛擬貨幣平台 最後成不成立 究竟怎樣 我不知道 我不想理 甚至不想有任何關係 因為 我知道這些事情 始終有一天要還 那你就知道 我沒有林作那麼聰明 賺不到那麼多錢 你最聰明的地方 就是你父母 在適當的時候 結婚擠了你出來 你比林作 大幾年 都有成二十幾年 二十幾年 你是屬於殖民地那一代 是嗎 是拿個火水燈 和火落大大地 是匹心抵力 我父母是基層 唯一優勝過 林作的地方 就是知道窮字怎麼寫 以及賺錢不容易 是的 這些網絡 熊人 也有自己的價值觀 我們身為 半個上一代 不斷評論 因為是年輕人 年輕人 大了 如果你年輕家 牛津Degree 還那麼有水 你說話 我們怎麼去質疑 所以我也不明白 為什麼一個青年的牛津精英 反而遭到網絡那些年輕人 那種憎恨 我真的不明白 是嗎 因為他賺到錢 一定是對的 賺到錢 就有人不喜歡他 你們公開任何的概念 都是對的 是嗎 所以 真的很奇怪 我們提的任何意見 都是廢老 以及既得利益的階層的出發 站在道德高地 以及只不過是冷氣軍師 冷氣軍師 等等 這些全部都是香港這三年 甚至五年 再加上整個大陸這二十年 那種超級泡沫的現場 總之就是灰姑娘的 一個豪華的宴會 到了十二點鐘 叮盪 全部夢醒 於是 水退的時候 個個都沒有著褲 遍地憑隻 就叫人間煙火 那時候就夜夜生歌 是嗎 珠光寶氣 就是這樣而已 終於醒了 我們小時候看和路的士 這個叫卡通先里奇緣 我們吸收西方文明國家 向小孩子卡通灌輸 真的很有啟發性 這個是道德觀念 自小有抗體 我不會贏 那輛馬車變回南瓜 變回老鼠 我小時候很深印象 那幾個豪華皇家示威 穿上一身的紅袍變老鼠 因為本質上就是老鼠 我覺得這件事 幕後和裏面 真的不簡單 但是香港的社會 近年由於網絡 還有一些年輕人 社交媒體 還有一些年輕人 還有一些社會深層結構很嚴重的 社會深層結構很嚴重的 這些涉嫌的騙案 集中在幕前那兩隻棋 那一兩個年輕人 那個所謂的網紅 然後這個又怎樣 一手好牌 家裏就是富家子 輕本街的人 為什麼跑去銷售這些東西 然後對這些三幾個 或者一兩個網紅 展開一連串 積累日久的人身攻擊 小心一點 陶先生 有人說你互短 不是互短 這些是抵鬧的 但是我們今天是無意 再講面前 前排那些 全部都是棋 幕後裏面 把鏡頭拉歪 深層結構 你不會覺得 非常之內人尋味 正如三年前 你有沒有發覺 香港當然發生了 反送中 反修例 然後那場一百萬人 二百萬人的抗爭 中方也是指控 這些前台的 黃之鋒 和羅冠聰 這些年輕人 只不過是外國勢力 前排那些棋 這些是中方的指控 沒有證據的 但是現在這一單 這單 更加確鑿 就是前面這次網紅 林作 陳怡 或者其他代言人 包括肥媽 毫無置疑 只不過是棋 棋 前中段和後面 還有非常複雜的 這個叫做深層勢力 這些深層勢力 中方就說 黃之鋒 還有你們 穿黑雪衣的 後面就是美國 到底美國是什麼呢 美國白宮 美國國會 還是索羅斯給錢 還是傳統基金會 我一直是不知所言 總之 總之 總是這麽統 美國 美國也算是很大的 美國有很多份 對吧 美國的政治 是一本非常複雜的書 現在這一單JPEG 幕後就是什麼國呢 也是什麼勢力呢 我記得陶先生 這個前特首兼國家領導人 今天我們說的陰謀論 梁振英 也說過 她在適當時候 她就會把這些外部勢力的證據拿出來 我們等了很多年, 到現在為止, 梁振英先生都沒有拿出外部勢力的證據 希望他遲早有一天在適當時會拿出來, 看看究竟是哪個美國的有錢人 還是哪間公司去中環派錢 當然現在的林作、陳怡、莊斯敏這些已經一一被暴露了 有沒有發覺有個別一兩個網紅一旦被證監會點名, 突然間發瘋 聲大甲惡可以逢回證監會甚至是警方 以及後面的JPEG也是一個特徵, 罵你一回頭, 說你誹謗 有沒有發覺, 幾十年來, 政府或警方打擊這些有組織的罪案 或是毒品之類的賣淫 這些是不敢出聲公開挑戰政府的 但是現在這一間公寶號是夠膽的 因為後面的JPEG夠膽的, 前面的一個別一兩個這些 也可以去到馬來西亞,嘻嘻 吹啊!拉摩啊! 還有另外那位是大罵你這個證監會的 為甚麼呢? 這個有一個特色 就是根本虛擬貨幣的產生本身很困難 本身就是一種國際金融市場裏面的反對勢力 既然是反對勢力 他是抖襲了 有一種金融民粹的力量 類似川普當時召集美國中西部的 藍領和農夫 可以破口大罵 以紐約為基地的 白宮和華爾街和直谷的精英 說你們是壟斷了美國 甚至是全球的資本市場 而令到我們是貧者越貧, 富者越富 所以現在只要跟著川普 就要顛覆你這個精英的財富的壟斷制度 然後正式是叫做橫富於民 你要發覺 川普和那些支持者 是惡到是可以攻入國會山 而這些比特幣 甚至這些很多的虛擬貨幣 這麼多年 他們的訴求也是很困難 說明就是因為全球化的金融壟斷 加上網絡的平台 我每一筆錢都無所遁形 個人私隱、理財資料 全部都給你知道 我為了打破美國金融精英和IT 所聯手打造的架鎖 所以加密幣 本身後面有某種金融政治訴求 就是為你們爭取個人投資的權利 是一種個人解放 很兇的 其實它的虛擬貨幣的技術 就是來自區塊鏈 這些五技術解釋 但是最重要的 區塊鏈的技術就是去中心化 沒錯 如果我用一些人話 你們比較容易聽一點 就是沒有大台 人人都是大台 是的 這種就是這個虛擬貨幣的本質 當然啦 既然是這樣還有一個隱密性 還有一個不需要用傳統的交易方式 或者交易機構 所以才有新的這些虛擬幣出現 還有新的交易平台 這個本來如果我們用回發明炸藥的理論 炸藥本身是中性的 問題是你究竟拿來開山劈石去興建 還是拿來做炸藥去殺人 這個你可以這樣爭 但是特別的地方是這個虛擬貨幣 他發明的人 那個傳說中有一個人叫做中本聰 你聽過的 但是這個人很神秘 到現在為止 都沒有人知道他真實身份 甚至可能是假 甚至是不存在的這個人 這個是金蛇狼軍 或者叫做獨孤狗劍 是從來沒有現形 不過是一個世外高手 由他這樣發明之後 然後現在就發揚光大 除了一些主流的Bitcoin 以太或者穩定幣 還有千千萬萬很多的公司 自己去推出自己的虛擬貨幣 好像今次JPEG也有自己的虛擬貨幣 再衍生很多不同的交易平台 於是中間就有很大量的經濟活動 其實這些詐騙案不止是香港 香港其實現在小菜一碟 聲稱十多億根本是稅銀來的 其實全世界包括美國 閒閒地一個虛擬貨幣平台 一倒是幾十億美元 或者上百億美元的錢不見了 幾百億捲走 這是美元來的才是大數 還有其實近年因為新加坡 和台灣也有很多這些虛擬貨幣的公司 和虛擬貨幣推出 所以很多的詐騙和投訴都是出現的 所以香港其實現在就趕上這趟混水 因為剛剛在去年2022年的時候 陳茂波10月的時候在金融科技州 才說香港的特區政府對虛擬資產包容和開放 那裡才開始 其實去年的10月其實還未夠一年 所以香港的起步是很遲 而且根本是外行 我們上兩集提過 2021年9月中國國務院發表文件 明令禁止和防範這些虛擬貨幣的交易和炒作 嚴正指出這些虛擬貨幣是涉及賭博非法集資詐騙 和傳銷洗黑錢的成分 說語音未落在一年不夠之後 香港特區政府反其道而行 就說要打造香港成為一個虛擬貨幣市場交易的國際中心 其實已經遲了 新加坡早幾年已經起步了 當時很多人質疑 一國兩制 一國大於兩制 大陸即是你所稱的阿爺已經說 虛擬貨幣是可以用來花錢和詐騙的了 為何特區政府又要這樣做 反其道而行呢 那時一定要大條道理解釋 叫做一國兩制 自從你實施港版國安法之後 還有一國兩制 為何就這個虛擬貨幣市場 你強調到現在是有一國兩制呢 當時陳茂波怎樣說呢 我要複述一下 政府明確表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 將對虛擬資產行業池 開國和兼容的態度 現在不說大灣區 表示虛擬資產在市場上 已變得不可或缺 首先第一 你立了國安法之後 你這個外資離開 其實你何層還是國際金融中心 第二 你問一下評級中心 是的 既然你的主人 即是中國大陸 是實行一個 這個對虛擬貨幣的交易 是視為非法 以及趕盡殺絕 你憑什麼 你去說 你可以持開放和兼容的態度 以及要覺得在市場上 變得不可或缺 即是你說阿爺錯了 你的阿爺 正如這個叫毒品或者白粉 大陸抓到這些 賣白粉的毒品 即白是殺無射 這件事可以令人上癮 以及經家蕩產 加破人亡 但是香港竟然宣佈 可以公開交結 這些可卡因 海洛英 和大馬 當時你有沒有發覺 無聲無息 是沒有人提出質疑 為什麼呢 我們先 把這個問題擺放在一邊 最近 這些比特幣 或者一些虛擬貨幣的市場交易 後面 你看看 這個JPEG 那個老闆 和幕後人 現在不知道在哪裡 不知道的 在空氣裏面 一時在這裡 一時在那裡 好像那套叫做 Phantom of the Opera 歌星回應 現在突然間 中間突然聽到 哈哈哈哈 這樣大笑 所以他可以這麼囂張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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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聽到這隻鬼 一時在這裡 一時在那裡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 這個這樣的 加密貨幣 和虛擬貨幣的市場遊戲 在這幾年 就是和 國際的局勢有關 譬如 大家知道 幾個月之前 這個叫做 俄國 發生了這個政變 華格納 這個僱傭兵 這個司令 叫做保里哥辛 殺上莫斯科 拿普京條命 誰知道中間半途而揮 最近 他在飛機上 墜機身亡 是不是 你知不知道 普利哥辛之死呢 當然 世界很多輿論 就說 普京懲罰 他的狗養不熟 然後 把主人 拿軍隊 對我 其實 在這個 世界的輿論裏面 另有一個深層的說法 原來 普利哥津 這個是事實 他是全世界 比特幣第五大的儲藏者 他是一個比特幣的大炒家 在他死的時候 他擁有的比特幣是多少呢 這是公佈來的 有價值是26億美元 擁有總共是超過94000個比特幣 這個幣值是以2023年5月計算 普利哥津 為什麼會擁有這麼多的比特幣呢 就是因為他的僱傭兵 就是因為 俄國的勞報 俄國被美國制裁 一被美國制裁 沒有人跟俄羅斯交易 而俄軍和普利哥津那支華格納 他要出糧 他要用大量的現金買軍火 還有買軍備 還有不要忘記 普利哥津這支華格納軍隊 是遠征非洲 去到非洲那裏 前蘇聯留下 很多這些礦場 和現在的普京 是在以前蘇聯留下的一帶路 是打前線的 那你去到非洲 用什麼交易呢 美金 美金不夠的時候 怎樣呢 怎樣去領金 中間的交易是怎樣呢 美國現在制裁 原來普利哥津拿著大把比特幣 其實你說中了 因為我之前都說過 其實虛擬貨幣其中一個很大的流通 就是犯罪分子 和裏面的不法交易 因為裏面這個是無跡可尋 和不需要經過一些銀行系統的交易 所以其實你看到很多網上犯罪 是用這些虛擬貨幣 比特幣來找數 例如三個比特幣 兩個半比特幣 我們買些東西 那些東西是毒品好 那些東西是人好 例如拐賣的少女 甚至一些犯罪行為 買兇殺人都可以用比特幣 這些就是為什麼虛擬貨幣 現在在流通量上 為什麼越來越厲害 而普利哥津裡面 為什麼擁有這麼多呢 是因為他拿來找數 拿來買軍火 拿來調動部隊 所以普利哥津之死 是不是這麼簡單呢 那他持有這些比特幣 高達26億美元 是不是他一個人持有呢 在他和他大哥普京鬧之前 會不會其實他也是普京 或者俄羅斯政府 一個地下比特幣 是一個 若干比例 持有的白手套 他也是保守 會不會其實是俄羅斯的保守 如果是普利哥津 公然擁有這麼多比特幣 這些距離貨幣 和俄羅斯這個普京 兩兄弟 唱相簧 是不是其實就是針對 美國的制裁 在玩一國兩制 或者一國兩帝呢 其實牽涉 虛耳貨幣的犯罪 除了詐騙之外 是越來越多的 因為我看看新聞 在今年的4月 韓國就發生了一宗 殺人案 有一個女子四十多歲 就被三個男人綁架挾持之後 然後棄屍 一起這件事出來之後 捉了人之後 就發現原來背後 也是牽涉到虛耳貨幣的交易 因為死了那個 就像我們香港的網紅一樣 就是一個推薦到處 虛耳貨幣交易的代理人 而這三個人 原來背後 是被一對夫婦買兇 去懲罰這個女子 於是牽涉到 裡面有50億的韓環 即是折算港幣 大約二千多萬的 價值的虛耳貨幣 但是這個虛耳貨幣 再查下去 原來這個虛耳貨幣 不是主流的 好像JPEG 自己發行那一隻 是它自己公司出的 叫做細塵幣 於是這個細塵幣 在2020年上市之後 曾經上頂 上到13,350多韓元 但現在跌到17韓元 即是變成垃圾 我相信最後這件事 就是要黑是黑了 因為裏面 你投入的錢裏面 就化為烏油 而裏面其實很多 投入這些虛耳貨幣 尤其是這些單一平台虛耳貨幣 其實是不乾淨的 裏面可能是一些黑錢 或者是一些不見光的錢 但裏面竟然是黑是黑 化為烏油 所以要拿命 所以最近這幾年 其實與比特幣 或者加密貨幣有關的 是兇殺案 大謊言 十幾宗 現在連普利哥津 這件案子死亡 都被人指 可能沒有這麼簡單 是跟比特幣有關 另外 在今年的7月 在阿根廷 一樣是有一個 佩尼斯 阿爾加巴 阿爾加巴 他也是一個網紅 在催谷比特幣 他在Instagram 有90萬的粉絲 他14歲開始購買三文字 出身寒微 接著很快就發達 有私人飛機 和豪華靚車 時時在社交媒體上 曬東西 在7月23日 在阿根廷 在一條河裡 被小孩子發現 被人肢解 那些碎屍 手手腳腳的 在一條河裡 衝到散散 後來這件事 也是不了了之 很多人害怕的 正因為 阿爾加巴 他做代理人 或代言人 賺得太多錢 他曾經說過 他曾經遭到 阿根廷的稅局官員拍門 不是叫他交稅 即是叫他 直接叫他 分回多少成 給稅局 另外 他也在社交媒體上說 遭到跟阿根廷足球 有關的一些 黑社會 向他量度水 而他自己 擔心個人的安全 結果 真的被人堆 以及大瀉八快 另外 還有一個 叫做 Bop Lee 這個 叫做 Bop Lee 更厲害 他在三藩市 最近幾個月 在三藩市 被人 在街邊 用刀刺死 為什麼 因為 正如你所說 他自己 做了 叫做 Mobile Coin 叫做 Mobile Coin 那個交易 而且 更快 用手機 Signal App 來 磅水 Mobile Coin 已經加密 再加上 Signal 你也知道 是不同的 WhatsApp 或者微信 更加是神不知鬼不覺 可以加密 這樣 就得到很多 喜歡 區塊鏈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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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件事 是曾經 這個叫做 Bop Lee 他那種 玩這個 區塊 這個叫做 虛擬貨幣 是 藤正得到美國 證監委員會 那個警告 這些 很多都莫名其妙 是沒有了條命 另外 還有一個 叫做 John Forsy 他自己也做了一隻 叫做 安復 ONFO 的一個 加密貨幣 又是 神秘死亡 死於非名 這些很多 所以玩這些 加密貨幣市場 是牽涉到後面 隨時有政治的勢力 你說回 為什麼 這個加密貨幣 大陸那些 是名正言順 是禁絕 而香港 竟然 是可以 打造一個 所謂的 國際 虛擬貨幣市場 中心 可以背道而馳 你參考一下 現在美國 對於中國 戳戳 逼人的圍堵 還有 對於人民幣 最近 是瘋狂的 這個叫做貶值 香港 那個港幣 你知道這兩年 都很多人吹 隨時有 脫勾 萬一台海打仗 和美中之間 正式決裂的時候 錢 怎麼辦 你也知道 好像英雄本色 那場 幸花角酒家 風林角 風林角 你知 你知 風林角 砰砰砰砰砰砰 當然是一個花盆 那條冷孔 藏著兩把槍 已被不時之需 所以 但是 中方 明明 以一國兩制 我想 才向特區政府 直情指示 我們 是不玩 但是 比你玩 於是 特區政府 由於泰國不專業 現在 是一個 陳茂波的會計師 做財政司司長 加上 警察 做特首 所以 中央這個政策 講出來之後 在今年6月 遲至今年6月 才發牌 但是 由於 正如我上次講過 現在 這個叫做錢 但是 大陸上面 那個膀胱 地下的錢 太多想流下來 但是 那條尿道 是收窄 結果 一控而上 就好像 這個叫馬拉松 那樣 跑馬拉松 那個評判 還未開槍 一聲 已經 是 萬馬奔騰 個個衝出來 我還未開槍 我還未宣布開槍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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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 只是發了兩個持有牌照的虛操貨幣交易平台 但是這些虛操交易平台 因為它是受法律規管 銀行可以直接過數入去他們這個平台 然後去買虛耳幣 變成透明 還有有跡可尋 對於很多人來說 無論是走錢或犯罪分子 只好 他不喜歡在這些有牌照的平台交易的逃生 所以為何才會有這麼多新興舞牌 或者JPEG 這些平台湧現 其實你猜交易的人不知道有風險嗎 等於很多以前我們聽說的地下錢莊 你這樣去走錢 其實都有風險 走了你去哪裡找他 或者別人有勢力的 你敢不敢追人 中間還要吃一個大的折扣 但都有人挺而走險 就是因為其實他的錢都是不乾淨 他的錢都是來歷不明 所以其實你政府的發牌制度 無論如何完善都好 其實是沒有用的 因為那部分只是適合一些 或者只是會有一些正當人士 或者他的資金是乾淨的人 會進行投資 但是對於北法分子 或者普利哥津 這些做軍火吃大茶飯的人 他不會去的 很多條數我收在桌底 連普京都不可以讓他知道 就算我是白手套和普京保持 是一千幾百個比特幣 一個人兩條心不是多的 所以這個叫做 虛擬貨幣市場交易之股惑 以及層次豐富 之局中有局之黑吃黑的可能 就在裡面 沒錯 所以賭神巴菲特 92歲了 因為近這半年 比特幣升得很厲害 很多人問他 為何你無動於衷 他說他不會相信這些假的東西 巴菲特也說 他就說得很籠統 你說是否真的假呢 就不是 但裡面有太多細節 因為裡面涉及很多這些 國際金融 地下犯罪集團 甚至這些政治操作的手段 是太過樸縮迷離 是的 他用一個譬如 他在1950年 去到拉斯維加 才看到很多身分夫婦 去賭場做了一些傻事 他當時覺得很可惜 他拿來譬如 現在的人 盲目地把錢 投入去虛擬貨幣的市場 希望獲取短期的利益 或者暴利 其實他譬如 這班人很貪心和無知 這是第一層 其實只是炒股票一樣 是嗎 就是華爾街那些 那些拆鞋子都在說股票 或者街邊賣菜婆 這些一定是第一層炮灰的 這個加密貨幣的市場 也是一樣 所以剛才香港 特區政府遲了新加坡起步 現在是裝模作樣 容許加密貨幣市場交易 但是你又不三不四 因為你是要發牌 和透明度 但是你不知道大陸很多錢 就是不想讓他們阿爺知道 不想讓中紀委知道 他們想玩加密貨幣 但是你香港這個 結果就將它加以規範化 和公開透明 我怎麼會光顧你呢 香港急 當然是買外圍 因為中國大陸的富豪和貪官 已經去了新加坡玩這個遊戲 已經去了新加坡 成立家族基金 慈善基金 加密貨幣 加密貨幣 一條龍 他有他玩 他在那裡開了檔 他們開了檔 但是呢 還有錢還沒走 整個大陸這麼大 現在香港就想吃了那條水 吃了另外那條 複雜就在這裏 因為這些大陸的地下錢 我不說黑錢還是紅錢 你有你走 就螳螂報善和王爵在後 大陸說明 大陸不准玩這個遊戲 只准香港 但是香港你又要合法化 合法化 即是連我在這裡買的話 給你特區政府 都會知道這些交收的資料 是不是 那你旁邊有一個黨委書記在那裡盯著 那我怎會透過你這個正路 去買馬 我當然是透過地下 JPG和應運而生 即是等於在澳門 以前呢 自出自入玩呢 沒有人知道 現在你的閉路電視直播上中紀委 那我還會不會去澳門賭錢呢 不是啊 在賭場那裏拍攝之後 把影片定期交上北京 我怎會在這裡玩呢 是的 我當然去找一些 說明賭廳那裏 不會裝錄影機的地方去玩的 是吧 那當然是有一堆這些 那些呢 老闆或者成功人士 最近都被你借了 是吧 所以這叫一雞繩一雞明 這就是JPG後面的深層結構 它存在的理由 是吧 因為你特區和大陸的關係 現在一國兩制已經是畸形了 本來一國兩制不是這樣的 一國兩制就是大陸行社會主義制度 香港行資本主義制度 容許香港保留生活桑析50年不變 和香港叫做新聞自由 結社自由 言論自由 現在呢 變成了大陸不准玩 加密貨幣 香港就准 但是香港又開了一陣 特區政府是要發牌 但是於是地下又生多一層出來 其實是一國三制 你知道嗎 地下制 是吧 一國三制 當然了 於是那便出事了 所以幸好現在這些網紅 或者什麼林作 其實不幸中之大行 及早被特區政府有關方面截戶 如果不是你看看網絡上 十單八單世界各地 這些網紅或者持有人 或者自己玩加密貨幣的人 是神秘死亡 連一條命都沒有 陶先生 現在你說 那些人說 你為什麼不早說 你一早就知道 這些事情 你為什麼不提醒大家 或者提醒林作 為什麼要提醒這個世界 是吧 各司各法 別人有人賺錢 是吧 甚至有些涉及 這些所謂的KOL 不在香港 都有直接和間接 可以推介 是吧 阻人發達 是很大罪 就如殺人父母 當然 尤其是JPEG 在地鐵和全香港鬧市 都放了廣告出來 是吧 你阻被人發達 我們一向都是奉行一隻 這個叫做 艾登保錄 英國野生動物紀錄片的大師 就是他拿著攝影機 在森林裏面 保持一個冷盡客觀科學的距離 就算明明看到那隻羚羊 在河邊喝茶 在他喝水 不遠處有隻獅子 明知道那隻獅子慢慢走不去咬 我們身為野生動物紀錄片的編導演 都不能夠去干預 因為這是達爾文定律 香港就是一個大賭場 就是一個中港之間的一條大灣暗渠 有很多人在賺錢 我們只能夠去旁邊看一看 你參與不參與 我就不參與 因為我沒有這樣的本事 人家有這樣的本事 有這樣的家底 或者沒有事 找親戚上去講一講 或者有電話到 你怎麼知道 大陸和香港那些 有那麼多的暗渠 水那麼深 官旗不與大丈夫 舉手不回 就真少人 還有一件事 就算賭場旁邊玩八家樂 就塘邊殼 那麼多傑吉做什麼 還有 就算講也沒用 沒用 被人罵的 你說這些虛擬貨幣是虛火 到時被人罵 有人賺錢 你為什麼說虛火 你說虛擬貨幣是虛火 你說虛擬貨幣是虛火 現在有人在賺錢 正在升 你是不是阻人發達 就是了 那人不敢出聲 這個特區政府的特首 李家超 視像會議方式出席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74周年的第十四屆 海峽兩岸及港澳地區藝術論壇 晚宴 這個強調晚宴 就是有得吃的 他支持的時候就說 中國的十四五規劃支持香港發展 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 特區政府通過政策支持投放資源 朝四方向落實香港新文化定位 包括建立世界級的文化設施和多元文化空間 嘩厲害 加強於內地 即是大陸的文化交流 合作與海外藝術文化機構的關係 善用科技以及培育人才 這一堆非常之空曠的說話 鮑先生你怎麼看呢 逐句逐句去論 因為我們最近看到 連西方國家 好像是德國 他的外長還是那些官員都說 去中國那裡投資 他是怕了大陸那些反間諜法 因為條文空泛 還有他語言的詞彙非常抽象 令西方投資者無所識長 不知道你想怎樣 這幾句 又要將香港發展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 朝四方向落實香港的新文化定位 哪四個方向呢 建立世界級的文化設施和多元文化空間 加強於內地的文化交流合作 海外藝術文化機構的關係 善用科技培育人才 這四面佛 這個叫國際級的 這個叫新文化中心 香港又多一個打造的目標 你怎麼看呢 陶先生 我的財疏學前 我很多的中文字 我都懂 但是加起來 我不知道他講什麼 但是最重要一點 是我消化不前 因為大家都記得了 在剛剛上個禮拜 我們才聽見過這個李家超 說將香港打造成為國際慈善中心 馬會還撥了50億 作為一個基金去研究怎樣做慈善 這部分我們已經講過了 不重複 第二 陳茂波在去年 對於這個虛擬貨幣交易平台也都講過 對虛擬貨幣的交易會持一個開放 和寬容的態度 也都陸續發了一些牌照 那就是說 又將香港打造成為虛擬貨幣交易的平台中心 現在我們香港人 包括我在內 都消化不前的時候 突然間又來了 就是將這個香港 要建立這個世界級文化設施 就是說將香港打造成為一個 國際的藝術中心 或者是舉辦很多的論壇 那究竟這些鴻圖偉略 是不是講完就算 還是需要有KPI的呢 陶先生 首先呢 我們聽到三年前計一計算 以這個叫做盧寵貨講 這個與病毒共存 就等於與病毒共富王存 那時候呢 特區呢 確實呢 雖然沒有這麼說 是想打造一個叫做 國際的動態清零中心 是以香港和大陸的動態清零呢 是創造一個 或者指明一個叫做 人類抗毒新方向 是吧 那個呢 後來就消失於無形 無謂再講下去了 然後第二個國際中心呢 就是陳茂波所講的叫做 虛擬貨幣的國際交易中心 那現在呢 就弄了一套叫做GPEX 的國際大醜聞 搞到一連串 我們香港的青年財進呢 就慘租拘捕 和震動社會 那這個第二個中心 第三個中心呢 就是前幾天 就叫做國際慈善中心 你打造中心呢 要見到錢 才會有興趣的 那那個國際慈善中心 撥款五十億 那你今次呢 我看到它說 要打造這個叫做 新文化定位 建立世界級文化 多元文化空間中心呢 就不見到你特首撥款 喂 你這個叫做慈善中心呢 你都要成五十億去研究 那你想落實香港 就要說新文化定位 包括建立世界級文化設施 多元文化空間加強 於內地文化交流合作 海外藝術文化機構關係 善用科技以及培育人才 那是不是應該 至少都要撥款 馬會那五十億 那你叫馬會呢 不爭在了 給多五十億 然後特區政府 配對多五十 就一百億 嘆嘆聲 放在台面上 講話才夠膽的嘛 要收視呢 這些叫新文化定位 是吧 是很厲害的 什麼叫新文化定位 世界級的文化設施 和多元文化空間 這個我嘗試去全息一下 世界級的文化設施 你現在有啊 多元文化空間 香港都不缺 這個叫K11 尖沙咀 我走進去 有一位充滿藝術細胞的地產商 青年後進 是七巨子來打造的 是吧 K11 入到去 不止是琳琅滿目 有很多名牌商店 和美食 還有很多藝術品 在那些酒廊那裡陳設的 是吧 還有啊 這個叫多元文化空間 什麼叫多元呢 世界級的多元文化 我們都知道了 以英美來講 現在世界級的尖端多元文化 就是講transgenderism 變性主義 和LGBT 同性戀 和這個叫相性戀 還有這個叫變性教育 這個是為之現在 千禧世代2023年 世界級多元文化空間的最新定義 包括在教育裡面 中小學是開拓 這個叫對於小孩子 對性別的重新認識 對於這個叫代名詞 對於父母 雌雄 陰陽 和男女 那個重新的定位 這個呢 就真的是世界級的多元文化空間 一個主要的內容 包括現在迪士尼公司 出品的很多這些卡通 例如小魚仙這些 人家都已經用非洲黑人 或者是深呼吸的少數族裔 是拿來做主角 這個是成為一股世界浩蕩的 多元文化的潮流 那你香港如果呢 如果呢 是要順應這個叫做世界多元文化空間 你要去打開拓呢 首先就要重用香港的南亞裔 首先呢 要將整個重慶大廈 加強投資 將它呢 變成為一個呢 香港足以自傲 其實都是殖民地那裡流下來的 是吧 多元文化空間的樣板 你也知道啦 自從重慶森林這套國際名片之後 我們看到台灣美女明星 在林青霞戴著一副黑眼鏡 乾濕外 在重慶大廈那些地攤中間 走來走去 一個叫慢鏡頭一踢過 在德駿呢 是歐洲的小資產階級影評人 無限掌聲 這些你本來是香港的多元文化空間 有的 你還要打造什麼呢 精神和原則在哪裡呢 世界級的文化設施 你又有多元文化空間 現在人家有這些多元文化空間 你敢不敢去開拓呢 因為香港特區愛國愛港的立法會 曾經有親中愛國的議員就說 同性戀呢 是反人性 和危害國家安全 是一個大陰謀 是令到中華民族下一代 個個搞機呢 和搞爹呢 是母子生 現在接下來的11月 據說就是一個叫世界同樂會 全球的LGBT人士 萬眾足目 看看香港特區 這個叫多元文化空間 怎麼透過同樂會 就是同志遊樂運動會 是向世界展示一個最新的成績 是吧 你是不是應該特區政府 呼籲那些酒店 香港飲食業 要好好招呼 這個叫世界多元文化的 叫變性和LGBT的潮流呢 是吧 你怎麼去定義呢 這個問題叫定義 誰不懂得說呢 是吧 共產主義天堂 是吧 叫了一百年 共產主義天堂裡面有什麼 是吧 是不是啊 那些布菲 擺出來不花錢 任拿任吃 一路千秋萬世 叫共產主義天堂 叫共產主義天堂 有很多銀紙在那裡 人人都可以拿幾張來洗 不需要做事啊 哇 你共產主義天堂 你要define的嘛 是吧 你這個一樣都是啊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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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個空間 真的很廣闊啊 你Fill up 少許 給一些內容 行不行呢 是吧 沒錯 陶先生 其實呢 香港所謂的世界級的文化設施呢 其實不是沒有的 現在西九呢 已經有那個劇院啊 戲曲中心啊 還有其他的這些 紅館啊 都是一個呢 可以向世界巨星招來的一個地方 但是你看到呢 其實 來的演出和活動根本就不多 還有以往的政府大球場 曾經嘗試舉行一些呢 大型的音樂會 又遭到環保啊 或者其他的原因呢 不能夠落實 那這些都不要緊要了 其實我們不如又看看呢 其實亞洲其他地方呢 在一個月之前呢 台灣呢 在台北就舉行了一個國際成人展 那這個國際成人展呢 都很控動的 裏面呢 有多達呢 47個日本的AV女優 和台灣的Showgirl呢 去參與演出 那還有來自日本韓國啦 澳門新加坡啊 泰國啊 各地的粉絲 那些人說呢 去到現場呢 直接呢 插針都不進 那還有很多呢 日本這些這樣的 經理人公司的龍頭呢 再連著他們下面的女女呢 就一起呢 跟觀眾見面 那雖然這些AV 或者這些這樣的女優呢 有人呢 就覺得呢 低俗啊 或者是這個不吸引 但是其實它都是屬於多元文化的一種 其實澳門以前呢 都有搞過這些叫做性文化 或者性的這個這樣的展覽會 也都是呢 在裡面呢 很公開地呢 就展示了 譬如說一些性用品啊 或者是一些呢 就是有關乎性產業啊 這些這樣的東西 包括一些叫做虛擬的AV啊 那這些呢 那這些呢 其實都是呢 製造到一些人流啦 或者是我們經常都說啦 就是叫做搞旺的夜市啦 可以吸引呢 整個亞洲對這些活動感興趣的人呢 來到 和書展啊 或者是這些這樣的動漫展呢 其實沒有什麼分別的 可能規模更加大呢 但是呢 香港 這個這樣的地方 我先不講政治 就是他們那個意識形態 或者他們那個 保守的思想呢 是倒又不能碰 這些這樣的程式的事情呢 又不可以做 那一直以來呢 講來講去呢 就只是搞書展 或者這些這樣的什麼論壇 只有講字 但是人家新加坡和台灣 包括澳門呢 其實已經率先呢 去走這一步 其實這些國際的什麼 藝術平台 藝術就無分這個 究竟暴不暴露啊 色不色情的 有人說維納斯那個像 大衛像呢 都是呢 裸體一樣 不給看 那一模一樣了 那所以香港呢 其實這個李家超呢 講一大堆東西呢 都是兇話 最後執行了上來的時候呢 是執行不了的 還有其他國家呢 其實已經做了的了 這些這樣的藝術的中心 首先呢 你跟我說了 這個世界級的文化設施 你就一早就有了 登陷拳堂堂那時候有個西九 是不是 親不親戚一些 香港還有一個藝術館 是不是 西九還有戲曲中心 還有香港的文化中心 是不是 世界級的文化設施 有了在這裡 是不是 多元文化空間 就像剛才說的K-pop 韓星 有多少呢 韓星的樂隊 走來香港 紅館和大頭場去開現場會 是不是 AV的文化 還有這個叫animation 日本的動漫 不需要你特區政府打造 香港人那種戀日 和將日本當做第二祖國那種情懷 不需要你李家超指引方向 香港人呢 兩代都已經一聲 都走去朝聖 尤其是這個COVID完畢之後 一開關 香港年輕人揹背囊就好 拿著京板神 這個最新的旅遊指南 就湧過去了 跟著又開櫻花了 去看櫻花 跟著就是這個叫浸溫泉 是不是 所以這些不需要你擔心 日本方面 就是公其進啊 九石楊啊 這些呢 香港人耳熟能牆的國際文化 特別是日本優秀先進文明 不需要你特首在那裡 力氣聲勢在那裡 是不是 要打造 對不對 好像還要打造這些文化呢 當然有一點點是有政府在裡面出力 例如現在這個叫大英博物館 就已經有一個叫做中國清代 叫做百年珍藏展 是有政府在後面給錢的 裡面就展示了這個叫清代很多的文物 包括香港的出世子 就是南京條約的原本 非常之寶貴和罕有 在大英博物館那裡人給錢 16磅網上訂票是賺大錢的 不需要政府去虧本去辦的 因為人家宣傳做得好 在地鐵那裡是有廣告 在網絡那裡 還有口碑一傳十 十傳百 加上世界的華人 包括大陸那些住在中國的人 都要去這個清代百年珍藏館那裡 看一看那份南京條約是以示占養 還有小粉紅在那裡圈蛙鬧事 這些人都做了出來 是不是 好了 還有倫敦現在的設計博物館 就為海外的華人 著名藝術家艾未未 艾未未 艾未未 弄了一個個人字 叫做making sense 是吧 艾未未這個現代藝術家 他在設計方面 有些什麼的指引 還有一些什麼的 新的意念 現在人家設計博物館和他做過展 但是這樣 好像西九 你一早很多年前收藏了艾未未的作品 我現在不敢剪出來 有很多這些那時候收藏的藝術品 你現在覺得 會被人投訴 港版國安法 你現在寧願藏在地底 世界文化空間 首先要兩個字叫做自由 是不是 你現在很多東西 縮縮縮縮 通空有一堆這樣的硬件 因為特區政府它是懂得硬件的 它說要打造世界級的文化設施 設施就是硬件 是不是 就是磚頭 就是藝術館 展覽館 大會堂這些東西 其實有了 還打什麼做呢 是不是 所以這些是沒有東西的 它應景 因為今年這個叫做中國的國慶 在國際上這個國家空前孤立 美中關係緊張 連歐盟現在都秒了嘴 是不是 今年中國的國慶在大陸 都不是很鋪張和很高調的了 香港你不斷地都要交一下功課 出來一言一動 整篇講話 幾乎什麼都說了 是不是 還有什麼好說呢 這些口號都用光了 在那個口號庫裏面 嘲嘲嘲用光了 不如想起這個叫做世界級的文化設施 和多元文化空間講 是不是 這些東西永遠講不完的 講不完還有大堡有得講的 我經常打個譬如 好像我本行做編劇 如果有人告訴你開一套戲 其實裡面什麼都有 它是喜劇 也是愛情片 有動作 也很經歷 也有一個CG的動畫 這套戲一定死定的 當你一個國家或者一個地區 它自己在幻想著 自己又可以做國際慈善中心 又可以做虛擬貨幣交易平台 又可以成為國際的藝術交流中心 什麼都做 以前還有數碼講 中藥講 這些也要計算 即是說你開完這張單出來 等於我剛才所說的 一套電影裡面包羅萬有 你說這套戲是否一定會撲緊 一定是爛片 其實一模一樣的原理 不過我很同情的 因為李家超為什麼會說 特別是說要打造那些世界級的藝術中心或者硬件 是因為在今年7月的時候 美國樂壇的天后Taylor Swift 決定選新加坡 不選香港作為它在亞洲巡迴表演的國家 於是引起很多人去比較新加坡和其他地區 特別是香港 因為新加坡擁有一個國家體育場 這個國家體育場很厲害 有5萬5千人的容量 亦都可以像很多搞世界盃的國家那樣 上面那個天幕是可以向兩邊打開的 相較於香港的紅館只能容納一萬多人 足足大了差不多四五倍 所以有人就覺得 為什麼美國的天后就不選香港就選新加坡呢 他以為硬件的場地 優越就可以吸引到別人來 但其實這個只是表象 真正的原因其實好像你這樣說 其實人家就是在考慮著 香港就是有一個敏感的政治環境 可能在台上唱任何一首歌 任何一句歌詞 甚至可能一個動作 甚至他的衣服裏面太多的美國旗 或者是他在說一句叫做USA萬歲 可能都會引起一些小粉紅或者一些玻璃裝的人的攻擊 這些情況人家都會想起來 所以他為什麼不敢在香港 不只是硬件的 不要搞了 是不是 因為你這裏 你這個大陸有一個現在立法 叫做傷害中華民族感情罪 是不是 傷害中華民族感情罪 是很容易傷傷的 是不是 就算這個叫Tom Cruise 那時候做的電影 是不是 職業等攻隊還是Top Gun 做美國空軍那件飛機率 弄了一個清天白日中華民國國旗 都搞到中華民族的感情深受傷害 那些愛國的那些中國人 歇斯底里 力歇升西 是不是 那種憤怒和仇恨那種清根暴現 簡直恨不得要將荷里活一口吞下肚 見到都害怕 不要搞了 你慢慢理信你自己的中華民族感情 不想來到 大家不愉快 人家就去台灣 去新加坡 去日本 是吧 當你說在吹這些水的時候 你就不記得同時 又有傷害中華民族感情罪 有反間諜法正在這個醞釀 還有這個叫做國安版國安法告密熱線 還有很多親中愛國這些議員 大媽在關注那些人在火眼金睛盯著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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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做得到 大陸一早就做了 上海也做了 上海也不可以 你會可以嗎 是吧 不過不要緊的 這些應景 吹下水 是吧 等於 做生日也有一隻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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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個老爺 家裡有一百億身家 你在那裡哄著 這個叫百億身家的阿爺做生日 你開口叫他福壽與天齊的心 是看他快些歸西 大家有得分水 是吧 這些呢 兩面人 兩面性格 香港人都習慣了 不過不要緊 你坐在那個位置 不講這些話 你怎麼交差呢 是吧 只不過你講了KPI 怎樣以結果為目標呢 這個叫世界級增進中華文明傳播力 跟著那個效果是怎樣呢 是吧 香港方面要不需要 明年就就這個 這個叫港澳地區 和這個叫國際多元文化的空間設施中心 要交回一個報告呢 有幾多個國際文化團體 那些歌星走來表演 明年交回一條數目就可以了 另外最重要是撥款 沒有錢撥就什麼都是假的 有錢就大中華 沒有錢就說謊 是吧 你怎麼說都可以的 什麼什麼中心任它打造 但最重要呢 不要好像近期APEX那件事件 香港成為國際的詐騙中心 正如我們之前幾集這麼說 因為沒辦法了 香港是一個中國的白手套 長年累月都是通過香港進行一些很多的 金錢的流動 我不要說一定是花錢 如果其實香港最好的機遇 就是成立一個這樣的 國際的服務中心 食四方飯 但是呢 這些是美國佬經常看著的嘛 所以香港呢 千做萬做 就不要做國際詐騙中心 這一點呢 就最重要了 陶生 是啊 好了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週末快樂 那些什麼中心 中心什麼都是假的 最重要是 看看日本的那個 風業是什麼時候開 還有呢 出外旅行 包括上大灣區 去深圳哪一檔東西呢 是又便宜又美又可以吃的